分享一下 TED Talk 你們準備了 哇 還沒有跟其他人分享過 所以 Exclusive 拍片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我的 Project 我都是製片人 也是導演 我所有事情都處理好 確定有吃了 有水 有地方休息 但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居然沒有想到 我15歲來的時候 不會講英文 沒有父母 沒有朋友 有時候被人欺負 我是跟 Dude Jackman 跟 Beyoncé 2009年的奧斯卡金像館的時候 很有榮幸地去跳舞跟打鼓 大家好 歡迎來到兔兔藥師的頻道 我是Tina 這是兔兔 歡迎大家來到職牙咖啡廳 職牙咖啡廳會邀請到 不同領域的職人來跟大家分享 他們職牙的小故事 大家可以一起互相成長 然後互相激勵彼此 喜歡的話可以訂閱兔兔藥師頻道 然後開啟小鈴鐺按讚 這樣子才不會錯過之後 有趣的分享哦 我們今天很開心可以邀請到 Tony 來跟我們分享 他創業的小故事 Toni 呢 他不僅是創業家 同時他也是音樂家 他目前經營了行銷創意公司 另外呢 他也為現代的女神 做非常美麗的飾品 他開了一個珠寶公司 很酷的是 Tony 曾經也上過TED TALK 他也其他的明星同台演出過 Tony 一定每天都過得非常的精彩 其實我跟Tony 有一個共通點就是 我們很喜歡跳舞 Tony 是我南加州大學 Salsa Club 的學長 我也知道 Tony 其實是一個非常積極的人 他一天24小時 當作48個小時來用 我也非常欣賞他的執行能力 我們現在就先請Tony來 先自我介紹一下吧 我的主題名是 Tony Estrella 我目前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花在我的創意廣告行銷公司 我平均一個禮拜大概花 10-15%的時間 在 Elany 我們的珠寶公司 行銷公司在做些什麼 客戶大概是哪一類型 你的工作型態上面是怎樣的 你只要在網路上 你有賣你的物質上 才不是說是你在賣什麼 Service 你要做你的Personal Branding 我們就是會幫助 就是他們做影片企劃 然後有時候會拍比較大的廣告 Social Media Instagram 或者YouTube 可以邀請你幫助做鑰匙 可以 那現在 因為我榮幸能夠有一個 經營幫助我一起工作 是什麼樣的機緣 開啟這個珠寶店的念頭 其實我從小到來一直很喜歡 買物質的東西 因為小時候 我們家是買Alami 什麼 跟常網 所以一直都對 可以提供人家物質上的一個東西 I really enjoy 所以後來想要創造一個 物質的產品 大學 畢業之後工作 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發現說 我做起來最開心的 就是創意 我後來就決定 試試看自己就是 完全就是自由業 所以左邊右邊接案子 有接到一個案子 手錶的公司 就是當他們的 creative lead 就看到一個公司 能夠從 這麼簡單一個idea 這支手錶 能夠不只是賺那麼多錢 還能夠有這麼有影響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不是就是那支手錶 是一個idea的手錶 長話短說 我試過了很多東西 我測試過了design 高跟鞋 最後就是跟我的best friend Tim 還有他弟有一個idea 天空上的神話故事 每個人神的個性 怎麼把它放到一個產品上 意思說實在 我們還有測試其他不同的產品 賺錢的機會更多 但是呢 對我們來說 身為藝術家 沒有辦法達到 我們這個創意的需求 Creating a brand and a legac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just making money 一開始兩三年的時候 你有沒有遇到一些困難 然後你又是怎麼樣 可以來克服的 Yeah 經濟上一定會壓力啊 有一段時間 確實經濟壓力 我覺得說 Why am I doing this 你知道嗎 你撐了多久 撐了大概一兩年吧 沒有錢 跟窮這兩回事 沒有錢或是錢很少的時候呢 I have been 但是我覺得我 從來沒有一直到一個進階 就是一個窮 窮是一個mindset 就算我經濟有怎麼樣的壓力 我還是有想 What is possible 在月薪的時候 你也是有跟我說 你每天早上都會非常早的起床 一定會洗人水澡 就是把自己冷醒 然後讓你整個精神抖擦的 開始一天 每天都會很持續的做 你要做的運動 所以你是一個 非常有discipline的人 我是比較是 藝術家型的人 我們這一型的人 大部分就是通常 跟discipline是完全相反 比較 Woo 隨便 我是後來發現說 真正如果想要發揮到最高的 我所有的潛力 Structure comes from discipline not motivation Motivation is never there when you need it 誰會神經病一大早會想要 Oh 很高興想要起來 No Nobody wants to 但是 You need to be disciplined 你要可以這個好習慣 當你 body跟 mind 什麼一個habit的時候 Then it becomes It's just kind of like a natural thing 冰水澡不是冷水澡 一定要很冰 I feel like it all the time No 早上四五點很冷 冷的要是 I don't feel like it But I do it anyway 剛開始自己出來自由夜的時候 5點6點開始會去開Lift 新聞的時候要存檢 然後開到大概八九點 八九點之後就是開始這樣正常工作 然後九點到大概五 晚上五點六點 趕快吃個飯 然後繼續再開Lift 然後開到大概晚上九點十點 然後再repeat 像我那時候開這個Lift 把我的珠寶的東西都放在我車子裡面 然後放一個iPad in the back 直接可以刷卡 對 直接可以刷卡 然後邊開邊賣 我到現在還有幾個客戶 是RiveLift的時候碰到人 然後我是他們的這個creative lead You know find ways to be creative 每個人都是很有創意的 你把創意用在生活中不同的困難上面 然後你想要去解決的東西 拍片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感覺對我而言是蠻陌生的 就是沒有經歷過這種事情 對我的project 我都是製片人也是導演 製片人就是管錢的人 我們有100塊錢 我們要怎麼花這100塊 導演呢 是我有這個idea 有個故事 我要怎麼樣去講這個故事 好處就是說 I have a very cohesive vision 但是壞處就是 It's a lot of work 像我們那天有拍片是 要去山上裡面拍 然後呢 我所有事情都處理好 確定有吃了 有水 有地方可以休息 但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居然沒有想到 廁所 那邊沒有廁所 我們是很長的時間 早上凌晨2點到下午4點 我就先跟我們這次team講說 個人就是什麼事情都不做 你要去主動問 有沒有人需要上廁所 有大概有break 排車送人家去 就是small things like that 所以是在之前就會先communicate給大家嗎 還是到那邊才開始跟大家講說 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我們大概有十幾個人 演員就是在五六五 然後攝影師 有makeup 那個化妝有兩個 所有事情大家都已經先知道 這個project有一個特殊的restriction 我寫的這個故事呢 時間是從1950一直到2010 人穿的衣服不一樣 人的髮型不一樣 人的化妝不一樣 還有人也不一樣 我們這化妝師 光把它從年輕化到 至少大概三個半 我們那天就算大家的帳篷 冷氣什麼都弄好了 結果比我們本來 它的這個溫度還要高 這個化妝師沒有辦法 把這個老的這個化妝弄上去 全部都熔掉了 十幾個人在那邊在燒錢 在拍電影的時候 就像一個entrepreneur 隨便阿里阿大突然下雨 風太大 There's always gonna be something that happens 你的emotional intelligence has to be high Stay calm 如果我當一個領導人 I can actually lose my shit 的時候 那個set都會 Everybody will be lost 可以分享一下 你tet talk內容是什麼 主題是用台語講的 老生的孩子也對 高個位 問問好 手臂也對 How to challenge yourself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那是英文 title 簡單講 低水穿詞 每天一直在做的一些小事情 會累積到很大的結果 內容其實不是 我人生的上上下下 我在人生最低潮的時候 每天做的一些小事情 I think the first one 就是call jar 慢慢能夠累積成功的基礎 問我說怎麼樣有這個tet的機會 對 透過我那時候 自由業幫創作上網路上的這個brand 他是一個醫生 然後他有這個機會去講了一個tet talk 我也就是跟著他 然後去幫他拍一遍那個信 然後一天晚上 我跟這個tet的organizer 在吃飯的時候 就在聊天講我的故事 然後我就說 Wow you have a really interesting story 然後他就說 一定要去share your story 然後上的時候就說 哈哈 you're funny 就是想說怎麼可能 tet talk 那有可能 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會做這種事情 回家之後 左想右想 You know what I should do it 哈哈哈 人生 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喔我們有這樣子的目標 你有一個Northern Star 沒有說你要一個 閃亮彌星星 Chase 中間這個過程 你要繼續享受 你會找一個機會 但不要忘記 the same the right thing is all 甚至就是因為陌生人跟我講說 Hey you should do it So I did it 分享一下你怎麼準備這個talk的 我還沒有跟其他人分享過 所以exclusive 準備這個tet talk 最難的對我來說 Be really really true to myself 那時候就是要去回顧 很多這種痛苦的時候 我15歲來的時候 不會講英文 沒有父母 沒有朋友 有時候被人家欺負 真的回顧到那樣的時刻的時候 然後再去寫 才會比較authentic Tet還蠻嚴格的 他有很多的 deadline You have to record it yourself 然後他們會跟你講 Whatever it is They have restrictions 直到你上台的那段時刻 They can still cancel you You suck 其實我的同一天 有人後來就沒有上去 因為他的rehearsal的時候 完全他就 froze You freaking froze man 然後就沒有講 所以你應該也是練習了很多次 超幾百次吧 我有寫稿 然後我很多bullet points 然後我就整天在路上走 就像神經病一樣 自己正在那邊練習 我原本寫的稿 在上台三個禮拜之前 在其中一個人才看到我的稿 然後就說 Nah We don't like it Now just what the fuck 然後我整個 Chain the structure 然後我還是 Restart the whole thing 如果您去看我的tet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一開始 開頭是不太一樣的 我本來跟他們講 這個效率 然後Nobody understood it 每個人都說不要 不好笑 一點都不好笑 你是說台語的那個嗎 對 台語 I know it's gonna be funny 就是雖然他們說不要 但是你還是做不到 The only thing I didn't follow the rules I know 不會冷藏 剛剛開始看 蛤 他整個都要講台語嗎 真的嗎 就嚇到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Tony的這個tet talk 我覺得非常的激勵人心 覺得這一段期間 對你而言 有什麼樣的影響 Covid當開始的時候 我其實馬上就已經發現說 OK Is that gonna go down really bad 在壞事要發的時候 一種是一直看 哇 所有的壞事發生 另外一種就是 在壞事裡面有看到什麼好事 Big Production 你看所有的電影全部都掛掉 會要花更多錢 是沒有錯 但是呢 我發現或是在Mall 或是在路邊 就是有這個 support 這些全部都要往網路走 So that means they're gonna need marketing 來 我馬上就invest in the company I hire more people I spend more money and then I need more opportunities 危機就是你的 轉機 之前有跟我share過說 你想要去做一些 Stand-up comedy 你可以分享一下 發生的小故事嗎 It comes very nasty 你自己拍的影片 不是我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搞笑 都是搞笑搞白癡的 所以後來就是想要挑戰我自己 兩個事情我很很 enjoy 第一個就是這個挑戰 因為你每次上去 你都不知道 然後我會想 第二個就是說 我如果能夠讓人家笑的話 It's a gift 那你是怎麼樣得到這些 幽默小故事的靈感 都是自己人生的經驗 Comedy comes from a pretty dark way Comedy all comes from some sort of truth 真正很好笑的事情 都是我們人生自己的經驗 The point of comedy is to make light of things 你今天要來小段嗎 不用來中文 因為你都是英文的 未來五年的計畫是什麼 Girrilla Creative 我的這個廣告提交公司 到一個定屆 大概十到十五個人員工 我就是注重在 就是非常非常specific的事情 我會已經做到 feature length movie 什麼是feature length movie 10分鐘以上就有feature length 哦 就是真正的像一部電影的感覺 你有想到說你想要拍什麼樣的主題嗎 對我來說很重要就是 台灣的故事 228的故事我一定會要拍 或者是想像我想要拍一些 台灣很小的事情 Face around food You know It's like a drama around food And how does that shape who we are 期待你成為台灣之光 因為我覺得影片的感染力還蠻強的 你從影片裡面給你的感覺 就好像生理其境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影響力非常的高 這就是美國最厲害的地方 會拍電影 你都怎麼樣來manage大家 第一個出現 然後最後一個示範 嗯 就是非常的記著 你要當一個leader 不是一個ball 領導人是站在前面 拿的旗子跟人家一起走 啊是你坐在後面的車子上 然後在你的後面 你要扛你的車子 人家看到你是領導人的時候 會respect you not only show them that how much you care about what we're doing 然後你 you care about them or you care about your team the more they'll care about you 記得他們的生日 you show that you care people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對呀 給現在想要創業的年輕人的一句話 不要再想 創業就是 it's a solution to people's problems 就是不要想的太多 到自己害怕開始 其實很多事情是 你開始之後 就慢慢的 pick up 然後慢慢從中間會學習 失敗了之後 其實也是你 成功的養分啊 你要創業之前 你不想你站在那個山坡 創業家 大家都在那下面飛 可以站在那邊一直看人家飛 然後在那邊說啊 我有一天一定會一直飛 if you don't jump you're never gonna fly 你跳下去怎麼辦 you will start figuring it out that's the point 所以你有覺得你變得更強壯嗎 就是經過這些 上上下下的一些困難 當然 一定會一直跌倒 但記得你要爬起來 yeah 你覺得你在學生時期 你在電影學院學到的東西 跟你現在做的東西 是可以應用的很順的嗎 還是其實你自己學了很多其他的技能 大學最重要的不是只有這些 你學到這些知識 是所有的這個經驗跟所有你碰過的人 像我上個禮拜才又剛拍完 第一個就是我都還是請我大學的工作 小的廣告我都自己會拍 就是我自己導演自己拍 那現在比較大的廣告的時候 我就是專注在導演跟這個producer上面 然後其實會找人來拍我 第一個是人 你會碰到的朋友是一些professional 到現在他們都要到外面做一些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能夠有這樣的機會跟他們合作 第二個是說 很基本的知識從學校裡面學的是沒有錯 但是你要自己去外面擴展 那時候在大學的時候 人家真的覺得我是神經病 我在唸USD the best film school in the world 在那邊搞YouTube videos 有人真的笑我 真的笑我說我神經病 浪費我 I believe in the possibility yeah 這也是一個訓練的機會嘛 對 對啊 到現在有多少人 每個人都在網路走 就是說 You have to believe in yourself 嗯 是怎麼樣保有creativity 因為感覺你的工作 非常的需要創造力這件事情 Inspire yourself by learning from other people 我有很多codes 你看這邊 哦 yeah Do not confuse movement with progress 我不知道張文怎麼講 Wisdom is more than knowledge 有什麼樣是可以幫到你的嗎 If I know I make an impact somewhere then that's helping me 看完這個interview 然後你出去 whatever goal you have just do it and you're helping me 感覺像是 lifting others while you continue to grow your career making an impact 兔兔鑰師不就是在這裡 幫助大家嗎 你看看 記得要訂閱兔兔鑰師的YouTube channel 給他一個按讚 Ring doorbell follow我們兔兔鑰師的IG 謝謝謝謝 如果有人要看我的IG 就是Tony Schiller在這裡 然後還有Tony很棒的TED Talk 大家記得要去看Tony的影片哦 你現在還有在跳舞嗎 就自己在辦公室裡跳舞 哦 你可以跳一下嗎 跳什麼跳 跳舞 這是你在辦公室的舞 大家來跟著一起動一下 一起動一下 原來這是你那個有creativity的方法嗎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下樓梯的 你看 Cook Tour 有一個沙發在那裡 然後有一個腳底按摩的 蛤 這麼好 我通常在meeting的時候 大概是 進來 對 有點太 太太近了 對 In a day 有緣再相見 有緣再相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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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會 再會 Bye Bye 有緣再相見 大家有緣再相見 欸我先下去了 溺水了 我們今天很開心可以邀請到Tony 來跟我們分享他創業的小故事 大家好 我跟我不好 哈哈哈哈 我剛好 我們或許 兩次學會 我剛好 有一個 太 liberal嗎 像我一樣 可以